他是上个地区宁夏地区的土皇帝, 西北地区赫赫有名的司马势力, 百姓对其恨之入骨, 冰败后带着七吞黄金三个老婆逃到了外国, 难以想象这样一个人竟然曾经被称为是乱世枭雄, 他就是马洪魁, 在他晚年时期想要回国却遭到了拒绝, 马洪魁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? 让人意外的是, 一个出生在封建时代的人最后竟然成为了民国盘踞一方的大军阀, 父亲曾经脱关系, 让他成了招武军的教官, 这个官职相当于节度士, 只不过不是清朝管下, 袁世凯将招武军正变成了宁夏新军, 让马洪魁当督徒, 带兵去平定一些各地的起义, 马洪魁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立了不少功, 因此被提拔成了陆军少将, 不得不说马洪魁是真的有本事, 民国时期的掌权者更替数次, 按理说每次更替后政权也会有所变态, 不过马洪魁